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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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富泉亦是说押着蔡若翰来斗的 马佬亦是说斗赢了他的波尔多 这场马亦是说斗得相当精彩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罗富泉又如何再一次击倒蔡若翰 马嵐中间红黑截衣裳 红武那一笔是波尔多 内乱位置是加西奇葩 在后面的马星运名着 拿出外面冠宝区 尾尔粉红衣裳走进去 还有这只旭日星 最后那只是一连峰月 最后直路 前面透出的马还是红旺的 看到中间金壯令追紧 外面还有马佬 在后多层进农区 在后面的马出面追紧上来有波尔多 最后一百米多了 马佬就折来大约一个新米 内乱有红旺 再看到外面进农区 外面波尔多 马嵐中间就动日星 接近中间马佬就抛来大胜 跑第二三四名 相当接近 外面波尔多就上了来 另外灰马蓝衣是进农区 好迟上那只 还是一只动日星 红旺 结果这场赛事 这只马佬 赢马的姿态相当轻松 看第二名 外面白波尔多 中间蓝衫灰马进农区 粉红衫动日星 内蓝是灰马红衫 红旺 罗富泉在这场马 再一次赢到蔡若翰 其实这个赛马日 罗富泉真的押着蔡若翰来打 基本上 罗富泉长长赢马的 都是押着蔡若翰来吃的 已经在这个赛马日 罗富泉再添多两V 在这个局面上 是否证明了 罗富泉能够奪冠军联马斯 看个势是似的 长长都是押着他来打 罗富泉长长都押着蔡若翰来打 看个势 好像预言了 罗富泉 赢完赛若翰这样一款 目前剩下的赛马日不多 罗富泉现在已经领先 赛若翰五面了 是否代表他已经是 奠定性局呢 还是赛若翰在未来的赛马日会反击呢 真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 大家拭目以待一下吧 大家觉得赛若翰能不能够反击罗富泉呢 那大家不妨说下你的意见 一起在下面讨论一下 这条片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subscribe 按钟仔 还有like comment share我们的video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